虽然有阳光还是雾蒙蒙的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叫什么 双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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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江双林山的茶园 现在的茶叶 今天气温很高 这个茶叶已经都冒出来了 可以开采咯 双林山的茶园 还是很秀丽的 景色也很美 这个是西红龙井 也是做九曲红莓的茶园 双林香 西湖区 这个还是比较老的茶树 这上面是云雾缭绕 一篮种三小 双林村的茶园 这是老品种 现在是萌萌细雨 这是茶树的老品种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茶叶的形态 你看现在茶叶 老品种的茶叶才发这么一点点 还没能开采呢 这片茶叶就是老茶种 他们当地人叫土茶 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叶子也很小 它的发芽 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小 比较小的那种芽头 也包括叶子 成熟的叶子也很小 我当地叫它土茶 茶园采茶的路 这都是细水流下来的路 那鸟 这是采茶归来 采了多少啊 采了多少茶 我敲一敲 采完了 哦 倒掉了 吃完了 哦 这个是老茶树的 实际上应该就叫群体种 这就是以前的群体种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型 跟这个比较比较一下 这个龙井四十三 现在已经 这个是龙井四十三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型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茶树 老茶树的那个 好像 叶子比较硬一些 更瘦一些 硬一些 就是摸在手上的那个硬度更硬一些 然后龙井四十三相对比较柔软一些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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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双铃的龙井 现在双铃属于西湖区 所以它也叫西湖龙井 这两天的茶叶 其实它已经挺大的了 人仅43再才几天 基本上这个茶叶也就没有了 这也是做茶过程当中 茶上面的白蚝经过加工掉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冲泡茶叶的时候 有时候就能看到这个茶汤里边 会有这种漂浮的物质 其实它是我们所说的茶蚝 红茶给摊到尾雕这样就可以开始揉脸了 我们现在开始揉茶 这是自然自作红茶的一个方法 我现在是在西湖地区 我们做的这个红茶叫九曲红莓 我现在是在西湖地区 我们揉的时候动作 既要有力度 又要不能把茶叶损伤得太厉害 因为我们在揉的时候 用的其实也是一个巧势 有点像做馒头时候揉面 今天天气不好 所以这个茶呢 发酵可能香气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我现在在揉的时候 它已经发出了淡淡的这种清炒的香味 其实这个味道并不好闻 牛脸的这个过程呢 一方面是叫破壁 就是把茶叶的表皮给它撑破 然后让它跟空气接触氧化 另一个方面就是做形 我们城铃铃鱼鱼鱼鱉鱼鱿鱼鱼鱼鱼鱼鱿鱼鱿鱿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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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揉完茶汁的手是这个颜色 这就是红茶制作的第二个步骤 这就是过去传统制作的 我手工制作红茶的一个方法 只是给大家做的示范 现在都是用机器在做了 不需要荣工再做的辛苦 好我们现在揉碾呢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 然后就要给它去发酵 现在是清味里面还带有点淡淡的香了 它是以清味为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呢 它是有点粘手的 就是它的那个汁已经出来了 因为外面今天下雨 所以我们紧的布给它盖上 让它在室内发酵 要是有阳光的话 我们可以 粘在一个塑料袋里面 让它在阳光里面晒 好 好 然后给它盖上 好 传统红茶的发酵 还是自然 这就是自然发酵的 装到这个袋里面 这是九曲红莓自然伪雕 自然发酵 自然干燥 现在都是靠的是太阳 香气 有淡淡的花香